QDOLED啊 我跟你講說 因為這兩天看到如果媒體還爆的話 其實就是QDOLED 因為我們這次其實以媒體螢幕來說 我們這邊有展出三大新品的方向 第一個一定是QDOLED 因為現在OLED的產品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遠 我們有展 那另外一個就是4K剛刷新的螢幕 所以現在GPU跟QDOLED的主要差別是在哪裡 你說跟傳統野油CD嗎 還是跟OLED 跟OLED OK 因為QDOLED它那個QDR就是空城大 喔 量子電 對 所以它一般你知道OLED它不是用有一材料 它是發光發布還是要經過Color Filter 那QDOLED這邊它是Sansom的 那它的做法其實它是用 它的organic材料是用這個 目前沒有人做嗎 只有Sansom 如果說這種小的螢幕 就是你們做的這種 QDOLED嗎 對對對阿 現在有幾家搭配 可能還是下次 有幾家搭配 因為我知道電視已經還滿久了 哪一個 電視機已經還滿久了 電視機 電視機對 因為它是大尺寸的先出嘛 那小尺寸的話 現在屬是用SDC 是用Display 那它們至於你前年有推這款304寸 大概去年啦 去年推出來304寸 那現在開始有49寸 也會在今年亮彩 所以它就有展出49寸的QDO類這樣 那你說它最大的差別就是在於 我剛剛講它是用藍色的自大光彩 然後它加上幾點 所以產生另外額外的綠跟紅 所以以整體來講 顏色 更漂亮 我剛剛講可能有點抽象 顏色它以色域上來講 如果以素質上來說 它的素質表現會比 就是常常的YL類來的好 ok 然後其他的我覺得 你可以直接看畫面 感受一下那個畫面的差別 我已經在看了 你有看過嗎 我找了那個夕陽好了 我覺得你約這張圖很適合 另外就是因為 呃 Fireway它會經過那個color filter 其實它有些光的那個損耗 它有些東西會被損耗掉 所以以QDO類來講 它整體不然是在發光上 顯色上 在這邊它的效果 底液質上 會比LG的OLED來的好 ok 你可以稍微感受一下 你可以調一下視角 沒關係 看看就好 我調一下那個地平線 感覺不好 而且這個還沒有開始HDR ok 現在還在HDR 那你要開HDR嗎 因為這台是我們prote time ok 所以開不了 暫時還沒辦法開 我們把它先鎖住 okok 因為還有東西需要再調整 okok 然後我們prote time 然後我們在CS的時候先亮相 ok 但是因為是因故 我們在CS沒有把它點亮 ok 那我們就是首次 它是第一次在台灣 全世界把它亮起來 大家來做試玩 okok 所以你說什麼 這麼多人自個跑來這邊 看一下 對啦 那其他的 就是剛剛提到Q3A是重點 然後再來就是4K GAMING ok 我不知道你有用 你喜歡4K遊戲嗎 就是4K的螢幕 其實我現在目前都用2K的 你在用QHD這樣子 對對對 是21比9嗎 16比9 都16比9 就16比9 一個直對一個橫的 對 對 因為以前很多人沒有用4K 第一個4K螢幕比較貴 那再來就是你要跑到4K也很更普 可是其實你看喔 13代intel13代出了 而RTX40系列出了 其實4K好像沒那麼難 是沒有那麼難 但是還是有沒有需要用呢 對 那以螢幕來說 因為面板的技術進步 其實慢慢炸給慢慢來的評價 所以就是我們展出兩個新的4K 好 第一個32吋 32吋的4K螢幕 然後還有一個是27吋的4K螢幕 然後32吋的4K刷新率到162 然後27吋的4K14 對然後 他除了 就我們是最新的面板之外 所以你4K160 他用的是快速一定方案 所以反應支付也會比iPS快一些 然後衛星這樣當然還是標榜一毫秒九層G 注意看鍵板 那除此之外 USB Port 然後Type-C C70都有這樣的功能 就是支援 那今天故意擺出 其實就是 有些人會裝那種 第二個顯示器 Second Monitor 然後 最多東西他都要外接電源 所以像這個他就是 外接一個USB-C給供電 但是一般USB-C供電 會接Adapter 插座上 或接到電腦裡面去 對阿 因為你看它是接到我們螢幕上面去的 直接接到螢幕 對它是用螢幕來供電 因為 我們的螢幕這台的USB-C 它除了本身訊號上 它是有支援DP-Alt 那它也有支援PD充電 然後這台也要九十瓦 OK 所以如果你是用比電用物 應該就比較有感 就可以直接充電 對阿 一條線就可以又投屏又充電 這樣 會比較有感一點 那27寸的FoK也有一樣 這是一台嗎? 對 27寸的FoK 它可以轉直的也可以 像那樣 所以一般我們常用的孩子 其實比較有感 這樣 然後 接口性上也是一樣 都是USB-C USB-A 這兩台的主要差別就是刷新不一樣 刷新不一樣 刷新代表是紅色 因為140是160 然後27吋 32吋 然後充電60瓦 它充電90瓦 但是因為32吋比較大 它只能夠做高低左右 它不能轉直 它轉直 就會卡 對 也比較少人把它轉直 它27就很多 對 然後 就是FoK 我們就是這樣展自己的新品 它都是平面 都是快速晶晶 OK 沒錯 剛才曲面螢幕 那是2K的 它是QHD2K的曲面螢幕 然後 曲面比較慘的就是 因為它是用VA面蠻重 因為VA比較可以凹直 那曲面螢幕就是 一直被大家噴 說你那個反應速度比較慢一點 那這台也是用快速晶晶的方法 所以去加強它 USB-Sight至少可以比進到一毫秒 技術學等級 對 所以它等於算是下一代的VA面板 抱歉 到下一代的VA面板 然後讓它體驗更好 然後這台我們都展32吋 可是實際上上市也會有27吋 對對對 然後它是QHD240 OK 那那個34吋的QD-O類就是 台灣已經上市了 就是也是用全送的那邊QD-O類 尺寸不一樣 都是QD-O類 尺寸不一樣 就一樣的技術這樣 對 一樣的面板技術 甚至是未來有可能會用A 因為現在是AI時代 可能會有更多人 對 它已經上市了 然後價格的話 台灣的話定價 我又查一下 大概吧 美金的話是大概一萬千兩百多塊 好 OK 千兩百多塊美金 台灣的價格 因為它第一批賣光 我看它第二批好像是六月份會到 所以呢 然後這一台呢 就是我們的Meg 342C的O類 好 感謝 應該差不多這樣 不對啦 我要先送給這一區 好 謝謝你啦 那邊呢 你說那邊呢 你說那邊是什麼 那邊的方向嗎 筆電的部分 筆電區 對對對 你需要了解筆電嗎 謝謝 謝謝 看一下我們這邊有沒有紅人眼 謝謝 謝謝 以及